这个女人太惨了 她将被做成玩偶 男人绑住她的四肢 困在桌子上 她用尽全力护救 可没有人能够带她逃离男人的魔爪 男人想为儿子找到完美母亲 于是绑来五名女性 打扮成玩偶模样 从中挑选出合适的对象 就在几天前 这个女人精心打扮 来到玩偶工厂面试 面试她的是一个老男人 她就是工厂的老板 只听她神秘地介绍着企业文化 接着拿起女人的简历 女人名叫小黄 是高中毕业生代表 辩论协会主席 密西西比大学文学硕士 老男人表示从未面试过 如此优秀的应聘者 这一番话让小黄以为工作稳了 谁知道老男人坏得很 直接表示恐怕你不适合这个职位 小黄拿回简历一联盟 老男人一摆手 助手进来 直接从后面将小黄垫晕过去 从昏迷中醒来 小黄发现自己身处娃娃屋 老男人向他介绍 这是他自己设计的玩偶之家 里面摆满了个是大小不一的娃娃 小黄满脸问号 老男人解释道 他发自内心地觉得 小黄太特别了 做秘书就是浪费 所以让他来参加选美大会 接下来七天这就是他的家 小黄起身想逃走 却发现门口站着个钩子呢 老男人锁门离开 小黄四处寻找出口 向外面呼救 可根本没有人搭理他 这时 屋内的娃娃突然动了 原来他们都是 选美大赛的参赛选手 女仆装女人给小黄解释 老男人脑子有病 痴迷于娃娃 想寻找一个完美的娃娃 给他儿子当妈妈 而被淘汰的将会被杀掉 谈话间 铃声突然响起 泡妹叫小黄换上玩偶装 叮嘱他没人主动跟他说话 千万不要乱动 原来是老男人带着儿子小宝 来挑选娃娃了 女人为了给小男孩当母亲 装扮成小丑模样 跪在地上想要讨好他 但男孩觉得小丑是坏人 讨厌这副装扮 等会就派人把他扔进水井 小黄可不想坐以待毙 直接求生欲拉满 连连表示自己会魔法 可小宝根本不感兴趣 转身就要走 只见小黄一个眼神 地上的玩具车被他用意念 控制往前移动 看着地上自己一动的玩具车 小宝大吃一惊 连忙捡起茶看 这也不是电动汽车呀 他威胁小黄再来一次 小黄只好赵总 有惊无险 躲过一劫 晚上五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 小黄向他们坦白 自己会一点点魔法 面对如此优秀的小黄 女仆认为他是威胁 并表示别以为会点戏法 就想机身豪门 这时铃声再次响起 老男人又来了 为了把他们训练成模仿家庭主妇 让他们比赛摆参盘 摆得最差的将会被淘汰 随着音乐响起 比赛开始 几人手脚迅速 可小黄根本不会 只能一葫芦画瓢 跟着女仆摆 谁知道这女人有小心机 刻意摆错 在最后时刻又改过来 小黄始料未及 慌乱之中打翻了杯子 心想这可完蛋了 谁知道 老男人检查一番 最后一名竟然不是小黄 婚纱女摆得比他还要烂 老男人一顿训斥后 招呼手下动手 随着一声惨叫 婚纱女被电晕丢进了深井 大家都被这一幕吓猛了 只有女仆一脸淡定 对她来说婚纱女的死 意味着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 因为小黄会魔法 小宝经常来找她玩 二人互诉秘密 逐渐熟悉起来 小黄让她说服父亲 放所有人走 自己留下来当她的完美母亲 小宝表示同意 二人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而这一幕正好被女仆听到 她认为是小黄故意拉拢小宝 和她竞争 铃声突然再次响起 女人们赶紧穿戴整齐 准备第二轮比赛 老男人让他们比赛运衣服 随着老男人的一声令下 几人赶紧发动 时间很快到了 老男人开始检查 小黄这次直接将白衬衫 烫成了黄白拼色 男人走到女人身后 握住她的手放在桌上 摇起袖子 随后将运斗按在她的手背上 烤肉的味道瞬间弥漫在空气中 女人疼痛男人 但她不敢反抗 只能默默承受 这是在进行运衣比赛 被淘汰了的将会直接领合犯 老男人继续检查 女仆依旧稳定输出 表现不错 轮到小粉群 老男人拿起衣服一纹直接上头 一摆手 小粉群便被助手一刀解决 一命呜呼 剩下三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第二轮比赛结束 明天就是最终决赛 女仆一心想赢 可又担心竞争不过小黄 于是决定干掉她 女仆从一根柱子上 取下一颗尖锐的螺丝 偷偷地潜入小黄房间 狠狠一刀插在小黄背上 结果这只是一只玩偶 而小黄和胖妹就在身后 一脸诧异地看着她 虽然女仆想置她于死地 但小黄不计前嫌 提出一起逃出去的计划 第二天 决赛如期而至 老男人来到房间 发现房间里只剩下玩偶 小黄利用魔法 扭动门把手 打开前门 趁老男人不注意 成功逃出 小黄想将小宝一同带走 而其他两人只想赶快逃离这鬼地方 三人意见不合 分道扬镳 女仆和胖妹 没跑出去多远 就被助手带住 一枪送走 而小黄只身返回 劝小宝与自己一同逃走 谁知被小宝直接电晕 再次醒来 小黄被固定在机床上 即将被做成玩偶 原来老男人在他们的房间放了窃听器 他们的计划早就暴露 于是老男人将计就计 把这作为最后决赛 谁回来救自己儿子 谁就是胜者 就可以做小宝的妈妈 随着老男人一生令下 模型机床缓缓下降 小黄被做成了真正的玩偶 父子二人看着自己的杰作 甚是满意 这时两个女巫闯进玩偶之家 老男人一脸惊讶 命令助手开枪 只见女巫一摆手 助手便一动不动 再一挥手 小黄身上的模具直接碎裂 原来她也是女巫家族的 最终 小黄遵守承诺 答应做小宝的妈妈 将她带走 而老男人和她变态的玩偶之家 在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 这就是美剧恐怖故事 织玩偶屋的全部内容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